第22季第五集 好,玩具TV第22季第五集 有說錯嗎? 我想正確 好了,這次無謂浪費太多時間 馬上就入戲肉 要介紹的就是 羽毛道的Mark II 1比9比例的模型 剛出了一星期左右 出了很久了嗎? 一個星期左右 之前預訂 印象中好像都差不多兩星期 所以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明顯今晚我們不會組裝 我們就純粹開箱 這就是開箱 究竟這盒東西裡面有什麼 大家早前有追我們玩具TV的 羽毛道系列的話 其實本身我們都有一些 很強勁的模型專家 或者叫做 這個builder 跟我們組裝過一些上色的 羽毛道的1比9的 Iron Man 其實如果純粹說 那個板件究竟會有什麼 看呢? 這次Mark II來說 其實是挺佛心的 為什麼呢? 你之前平時出的那些 正所謂的什麼特別限定板 才會和你做這個coating 而這次Mark II 好 全隻都已經是一些 已經噴好的板件 我現在這個膠袋 就反光了 就不好意思了 最近幾本它們都好像 減了Deluxe版 因為有人推出那個版本 已經是Deluxe版 是 都不需要這樣 那些袋子 其實如果純粹說 那個組件呢 因為它真的是一隻齋式 所以變了 就跟之前的46 呀 50 呀 85那些比 其實相對性版件 就少了一點點 好像有點不同 這些就是內部的那些 件 不是露面那些 那麼 一如以往地 如果純粹說過 組件的數目呢 貼那線 我想段估都400塊以上 我猜一下 另外裏面有些電子零件 嗯 好可愛 它是連電給別人的 好可愛 很多是不連電的 我猜一下 這些就是金屬部件來的 好啦 其實 我們砌又不是砌的 那只說說什麼就好 就說說說明書 都幾厚的 大吉利是 你其實在日本 都會有類似的Service 沒錯 那現在 如無道都有的 那大吉利是 你有一些 漏件 不要說漏件 你有些地板精靈 你砌砌砌 那時候滴凸凸落地 有仇報的 那就起碼不用整盒買過 是啊 那就填回去 那我們會寄回去給你的了 那不用太擔心的 我相信其實本身 那大家見到說明書的 我想它除了滲了線之外 應該跟齋巴不會有太大分別的 嗯 多了一句 我就好像一些股票佬這樣說明 我就沒有持有過這個 羽毛道的模型 所以變成在莊組的時候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過的 沒有所謂的 你在下面留言 令到我們本身對於羽毛道的模型 更加多了解 都絕對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你見大概 咦? 這麼少的step 這裏是第十七頁 終於叫做砌完整件事了 step 5 嘩 就這樣說step 8個step 是不是這麼少呢 我有保留 整體8個step 是的 那始終雖然是一個 模型版件 那你都見到 很多一些特效 已經好像這個1比6 這樣就給你了 模型比例來說 我完全不擔心的了 造型也都非常正的 那如果你真的喜歡Irman 又喜歡砌模型的話 這隻 都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多少錢 五百鬆一點 五百一十多元 至五百二十多 三十多元 更加不同 有時手家 現在都是那句 其實大陸模型本身的質素 都真的很高 因為你會見到一些 這些部分 電子零件 因為其實模型比較少 是可以穿到燈 而這個牌子的其中一個特點 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可以做到一些 即是砌模燈 即是胸口燈 眼燈 那些 那些 整包的效果 夠了 而且現在的模型已經很厲害 我覺得可動都拍得住 好像1比6的感覺 是的 以前的可動 硬是覺得模型好像鬆鬆散散 很難擺姿勢 現在是很自然的 組裝起來都 鬆緊度都不差 不會鬆鬆散散 很怕爛 都是玩得下 當然沒有完成品 那麼理想 但是都不錯不錯 都是少少最後 叫做埋齋補充 真的說 玩如無道的模型 你真的要當它模型 千萬不要當是1比6的Hot Toys 這樣玩 太硬的 但是都是那句 五百多元 有這樣的內型和質素 沒錯 好 多個選擇 是的 可以改裝 改裝 有些不同顏色 好的 好 待會見 好 接著塞進去 這個盒子真是不錯 它很硬 也要硬 好 好 有些人 有些人 那些人 真的還是不喜歡 給予流行 你看看 都有些人 是